哈喽,好久不见,欢迎回到思维咖啡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关于斯多格主义的书 叫做A Guide to the Good Life 中文版本叫做《像哲学家一样的生活》 简单介绍一下 斯多格主义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古罗马时代的一套哲学思考 它着重于指导人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挫折 以及调整情绪的方法 而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斯多格的思想 它帮助我度过了很多自我怀疑和情绪低落的时刻 所以接下来我会分享五个我觉得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斯多格主义的练习 也希望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帮助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Morning Journal早晨笔记 最广为流传的一本斯多格主义著作《陈思路》 其实本身是一本日记 作者Marcus Aurelius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位皇帝 他每天都必须面对各种人心斗争 耳鱼我诈 身处在如此混乱动荡不安的时代 他写下了自己的思想 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 而是帮助自己思考 提醒自己如何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那些煎熬的生活 也因为如此 他的思想才可以被流传到今天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写作不是思考的产物 而是你实际的思考过程 通过写作能够帮助你厘清你正在面对的问题和想法的 而在这里就想要介绍大家一个写作的练习 就叫做Morning Journal 早晨笔记 这个写作练习是来自一本广受好评的书 叫做The Arctic Way 作者Julian Cameron形容这个方法 就像是气势挡风玻璃前面的刮语器 它能够在早晨的开始 帮助你疏解掉所有的压力和反省的事情 而早晨笔记的写作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你早上醒来之后 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写三页笔记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至于你想要写什么都可以 没有任何的限制和规则 你要做的就是当下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只要写满三页就可以了 无论写出来的东西是多么的琐碎 多么的无聊 多么的愚蠢 你都可以大胆地写出来 这个练习不是为了写出什么文学的作品 也不是写给别人看的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情绪的垃圾桶 当下想到什么就直接把它给写出来就好了 有时候你可能会写出一些完全没有逻辑的句子 或者写到一半 思绪就突然跳到了另一件琐碎的事情上面 怎样都无所谓 只要继续把想法写出来就好了 如果当下真的没有任何想法的话 你甚至可以重复地写下 我不知道现在该写什么 一直写满三页笔记为止 不过通常在你写着写着 你就会有许多想法冒出来了 所以不要犹豫 只要写就对了 你可能会觉得这种练习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事实上它带来的好处是非常的深远的 很多时候 我们在生活中会感到烦恼和压力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脑袋里面装了一大堆的思绪 许多的日常烦恼 繁忙的工作 还没有洗的脏衣服 孩子的成绩不好 股票大跌等等 那些愤怒抱怨还有琐碎的事情 就是导致我们浮躁的原因 而当你在早上特地空出一段时间 把那些烦心的事情给具体地写出来 你的压力就会明显地减轻很多 而这个练习就像是一个心理治疗那样 在写作的过程 你就像是在跟一位心理医生述说了自己的心事和烦恼 这可以一定程度地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的 Kevin Kelly就有说过 当你在一些问题上面卡住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地把问题完整地给陈述出来 通常在你把问题给清楚地陈述出来的时候 答案就会自然地出现了 而早晨笔记就有类似的效果 当你每天都抽出一段时间 诚实地 毫无保留地把想法给写出来 你会更容易地找到那些困住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的 结论来说 通过写作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 当一些想法日复日复的出现 你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无论你是喜欢什么 你不喜欢什么 你到底在烦恼什么 以及你想要过怎样的人生等等 它可以帮助你挖掘出一些 平时你很难察觉到的想法 如果最近的你不知道什么的 就是觉得很烦躁很压力的话 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当然如果你觉得手写笔记很麻烦的话 你也可以在电脑上面 设定好一个15分钟的计时器 然后每天给自己15分钟 用键盘敲下你当下任何的想法 尝试坚持一个月 也许你会有一些特别的体会的 下一个练习 持续地阅读 我想阅读的好处是潜而易见的 但是很多人似乎都不把阅读当一回事的 而巴菲特在很多的访问 都有提到一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就是Benjamin Graham的Intelligent Investor 这本经典的投资书籍 让20岁左右的巴菲特认识到价值投资的理念 进而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投资人之一 他认为阅读是人生中最值得的投资 一本实体书的价格大概就是10块美金左右 但是他能给你的回报却是难以估计的 而且不只有冷冰冰的知识 很多时候你能够在阅读中找到一些共鸣和帮助的 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James Baldwin就有说过 当你认为你的痛苦和心碎 在历史上是没有人经历过的 没有人懂你的感受 这种时候你就应该尝试去阅读 通过阅读你会发现你正在面对的许多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是经历过的 而且还给出了答案 阅读会让你意识到你不是孤单的 就像前面所说的 Marcus Aureus是一位皇帝 在当时的环境来说 皇帝算是一份最孤单的工作了吧 所有的难题都要自己思考面对 但他通过阅读 学习历史上其他帝国所流传下来的书籍 他明白到他在经历的各种问题和挣扎 其他时代的国王也都有经历过 阅读这些书籍 让他在那个动荡时代找到了支撑 没有情绪崩溃 后来他把罗马管理得很好 为人民带来了繁荣的生活 也成为了罗马帝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 所以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 不妨可以找一本书来阅读看看 尤其是那些经典的书籍 因为一本书能够畅销多年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也很推荐阅读一些自传 像是Nike创办人Phil Knight的自传 桥水基金创办人瑞达六的原则等等 这些书籍都是分享他们自己人生的真实经验 你阅读他们的文字 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克服人生早期遇到的各种挣扎和磨难的 参考他们的想法 思考如何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带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当中 我想这就是阅读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而谈到阅读 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款音频学习平台 喜马拉雅听书APP 这个平台上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拥有超过十万本以上的中英文书籍有声书 并且涵盖了各种领域类型的内容 像是商业财经 认知思维 心理学 历史文化 以及职场发展等等 而这段时间 我也在这个平台上面听了人性的弱点这一本书 这本书可以说是自我成长书籍里面必看的一本书了 不过相比中文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原文书的书名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这是一本指导读子如何沟通 以及提升视交能力的一本书 出版了80多年 也依然卖得很好 全球的销量超过了1.5亿册 这本书卖得这么好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作者卡内基 在书中分享了许多非常实用的技巧 就是那种你阅读之后 马上就可以在生活中应用出来的方法 而在喜马拉雅上面 他们也很贴心地把书里面的每一个章节 分别录制成10分钟左右的音频内容 而读子可以在零碎的时间 像是在通勤的时候 或者在午餐的时候 就可以收听一集的内容了 利用碎片的时间 保持终身学习阅读的习惯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点开链接 可以领取 喜马拉雅14天的会员免费试听 喜欢的话还可以获得8值的续费福利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能随时取消 不会扣取你任何的费用的 那这里就推荐给有需要的朋友了 来自斯多格主义另一个非常实用的练习 叫做Primeditatio Monorum 也就是凡事先思考最坏的结果 或者是去想象如果有一天 我们失去了原本所拥有的一切 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特地去想象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舒服的 但是斯多格和佛教一样 都提倡人们应该思考世界的无常 没有什么东西是百分之百笃定的 通过提前去想象最坏的结果 你就可以提早做出准备了 当然有些事情 即使你做了万全的准备 也依然会发生了 但即使是那样 由于你已经事先预想过 那些事情的发生 所以当它真的来临的时候 那件事情对你的打击 也会大大的降低的 所以这个念习的目的是 希望你能够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 抱最好的希望 做最坏的打算 塞内卡就写道 人类的一切都是短暂和容易消亡的 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和所爱的人 总有一天都会离我们而去的 你会有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刷牙 剪头发 开车 吃晚餐 也会有最后一次听到下雨的声音 最后一次看烟花 最后一次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 最后一次跟家人朋友的团聚 通过思考 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无常的 你就会被迫地意识到 每次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那些原本以为可以随意重复的事情 就会变得格外的有意义了 而意识到这个事实就会改变你做任何事情的方式 也许你不会再对父母大小声 也许你不会再冷漠另一半 也许你会更积极地参与朋友的聚会等等 而在写这篇讲稿的时候 也让我想到了最近看了一部非常好看的韩剧 叫做《告白夫妻》 剧情是讲述一对40岁的夫妻 在结婚十多年之后 开始厌倦对方和柴米油盐的生活 而在一次意外的发生 两个人居然穿越时空回到了20岁的时候 然后故事就围绕在他们刚上大学时候的生活 重新体会了一次青春的回忆 而剧情也非常欢乐搞笑 而我最喜欢的故事线 就是女主角和她母亲的互动 女主角回到了过去 她见到原本已经去世的妈妈 她得到了再一次跟妈妈相处的机会 变得非常珍惜跟妈妈相处的每一刻 时时刻刻都想要跟妈妈黏在一起的 很有趣也很催泪 而有一幕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当时她的姐姐年纪还小 也很叛逆 常常会用不礼貌的语气跟妈妈顶嘴的 而有一次女主角就拉了姐姐到附近的公园理论 她对她的姐姐说 你能够保证妈妈会一直在我们身边吗 在你和我的人生当中 有个人每天早上会为你准备早餐 亲手为你做新鲜的果子 包办一切的家务 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 如果没有了妈妈 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不会有人为你做这些事情了 在你和我的身上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不要到了那时候才来后悔 记得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眼泪真的忍不住 我觉得这部剧可以带来一些很好的提醒作用了 也许看完之后会让你更爱自己的伴侣 更珍惜身边的家人好友 最重要的是 更珍惜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日子 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而斯多格认为 如果我们试想过亲人的死亡 一旦哪天他们真的离开了 那种打击带来的痛苦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已经预知它的到来 而且如果我们认真思想了这件事情 就会好好珍惜与所爱的人相处的时光了 这样当他们去世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为了本来能够为他们做 但却没有做的事情而感到遗憾 这里也想强调 消极想象只是一个面积 并不是让你感到焦虑 斯多格认为 偶尔在特定的时间 从平常的生活中抽离 去思考一下现在所享受的人事物 是会有消失的一天的 进而做出身心的准备 这样的练习不仅不会让人闷闷不乐 反而会提高人们享受现有生活的程度 也能够避免他们把这个世界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那下一个练习 主动的接近麻烦 除了预想坏事的发生 斯多格主义也建议人们应该定期的让自己活得像是最坏的状况已经发生了那样 比如说我们不应该只靠想象失去财富会是什么样子的 而是应该定期的去体验贫穷 而赛内卡每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规定自己只吃最便宜的食物 穿最简陋的衣服 这么做能够让他更珍惜那些平日随手可得的东西 比如说当你挨饿了好几天 你就会打从心底的觉得 能够吃上一顿美味的菜肴 原来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定期降低生活水准 让自己用很少的资源来够生活 吃最简单的食物 断食 或者是刻意让自己不吹空调 断掉网络 外出不开吃等等 为生活增加一些不方便性 这种实验能够让你的性格变得更坚韧 可以更从容地去面对生活不时会出现的挫折的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老人家说 年轻人就要吃点苦才会长大的 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吧 记得在几年前 我就曾经到一间护理中心去探望一位朋友的亲戚 那间护理中心是专门照顾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还有因为某些疾病而不能治理的病患者 我记得那边的环境不算太好 也不算太差 但是空气中隐约就有一股尿烧味了 当时有些护理人员正在为老人家吃饭 有些老人家在看电视 也有些老人在看着窗外 而那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位大概二十多岁的青少年 静静地坐在一旁 而听护理人员说 他因为一场大病而导致身体永久无法行动 长期都需要别人的照顾 而且往后的时间也就只能在护理中心度过了 身处在那种环境真的觉得蛮心酸的 我想如果那位年轻人有得选的话 他应该愿意用任何的代价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吧 有时候真的要身利其境 才会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是非常幸运的 这会让你在生活中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抱怨 像是服务生送错了食物 你不会再大发雷霆地开骂 可能也不会一时的挫折而自暴自弃 因为你知道能够健康地活着 可以享受食物 可以看电影 身边有关心自己的家人朋友 偶尔还可以去旅行看看世界 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最大的运气了 斯多格的另一个思想叫做阿摩法提 日爱命运 意思就是把所有你正在面对的难题和困境 都想象成是丢到火堆里面的人生燃料 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这感觉很像心灵鸡汤 但我想这也是面对逆境的时候最正确的态度了 事情的结果是好是坏 你的老板好不好 天气晴朗还是乌云满天 客户对你有什么评价 这些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你能够控制的就是当下的反应 你决定要为那件事情付出多少的努力 以及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与其自爱自怨一直怪罪身边的人 倒不如问问自己 是否可以在上面学到什么 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 或者想想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变现状 在1914年12月的某一天 发明家爱迪生的实验工厂就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火灾 把他价值200多万的设备 还有多年来的实验记录全部都烧光了 在当下 他的儿子一年错愕地呆呆看着那片火海 一时无法接受 而这时候爱迪生却幽默地对他的孩子说 赶快叫你的妈妈和朋友过来看 恐怕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种大场面了 爱迪生展现了一种乐观的态度 虽然火灾导致他损失了很大的一笔金钱和研究的心血 但至少自己和家人都还平平安安的 这就是阿摩法蒂的意思 火灾既然已经发生了 已经是一件无法逆转的事实 而他能够做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次教训 一次经验 一种人生的燃料 现实是 爱迪生在之后的一个月里面就重建了他的工厂 并且马不停替的工作 在那一年就成功缔造了将近1000万美元的营业额 换算下来 等同现在的2亿美金之多 斯多格认为 把重心放在可控的事情上面 会让你变得平静踏实的 正当其他人正在为那些不可控的外在事物而迟疑不绝的时候 你已经把时间和精力都专注在那些你能够控制的事情上面了 这也让我想到一句我很喜欢的话 每个故事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代表故事还没有到结尾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句话是自欺欺人的 但我还是觉得 无论怎么样 生活还是应该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才是更好的 毕竟社会的进步 其实都是有一群乐观相信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好的人所促成的 方法总比困难多 提醒自己 每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燃料 阿摩法提 来到了今天最后一个斯多格思想 Mimendo Mori 意思就是指每个人都会有面对死亡的一天 而对于死亡这个话题 很多人一般都会感到很不舒服的 讨论死亡就好像在讲一件禁忌的事情那样 大家都会避而不谈 但这是每个人都必然会面对的一个事实 在年轻的时候 也许我们会觉得死亡是一件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但塞内卡就有说到 不要把死亡看作是很遥远的事情 你应该把它想成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 每一个小时 每一分钟的流逝 其实都是一种死亡 因为这些时间过去了 也就无法从头再来了 这是一件非常客观的事实 只不过我们很少会思考到这些事情 而且生命是无常的 看看新闻就可以知道 死亡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可能是因为一场大病 可能是一场交通意外 可能是一场战争 生命随时都有可能会终止的 即使没有任何意外 生命也就只有四千多个星期 三万多天而已 生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数目 它是有限的 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活着的每一刻 这种话已经层次烂掉了 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就越是觉得这些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无论经历了什么挫折 工作压力大 或者是跟另一半分手了 都可以提醒自己 Mimendo Mori 我们都会离开的 This too shall pass 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包括眼前的挫折和困境 那些打击并不是世界末日 在看影片的你 大概率还是有时间可以做出改变的 相反的 如果你很有钱 很有名望 你的IG上面有超过一百万的追踪者 你得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你得到了升职加薪 你成功进入了哈佛大学 甚至拿到了洛贝尔奖 生活一番丰盛的时候 也应该提醒自己 Mimendo Mori 每个人都会离开的 思考死亡能够帮助我们 更坦然地去面对那些挫折 也会让你更谦卑地珍惜 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苹果的创办人乔布斯 在2005年的时候 就在史坦福大学 进行过一次演讲 他在那次演讲上面 就分享了许多引人思考的内容 这里就分享一段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内容 他透露说 他在演讲的前一年 患上了胰障癌 当时医生就告诉他说 这种癌症几乎是无法医治的 他最多也只能够多活 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了 当时医生就建议他 回家计划好身后事 好好的跟家人度过这段时间 幸运的是 后来经过更深入的检验之后 医生发现到他的状况 是一种罕见 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癌症 他接受了手术 最后手术也很成功 他活了下来 并且可以在一年之后 在台上分享这一段故事 而这一件事情 让他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他说 知道自己即将死去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件事情帮助他做了 许多人生重大的选择 他说 当你确实的知道 自己只剩下六个月生命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东西 所有外在的期望 所有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成就 所有害怕尴尬 或者是对失败的恐惧 这些东西在死亡的面前 都会消失不见的 只会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 提醒自己将会死去 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能够让你避免掉入 患得患失的陷阱里面 生命就只有一次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生活 不要被那些教条所困 活在别人的思考结果当中 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和各种噪音 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 很多时候 其实你早已经知道 你真正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至于那些外在的事物 其实都是次要的 他也说到 他每天早上醒来 都会对着镜子 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是人生的最后一天 我还会想做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吗 如果连续几天答案都是否定的话 他就知道他需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虽然在几年之后 乔布什还是因为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他这种思考方式 还是非常值得去参考的 思考死亡不是为了让你感到焦虑和沮丧 恰恰相反 他会让你更清楚地明白到 能够健康地活着 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每天早上醒来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 因为你又多了一天 可以去体验这个有趣的世界了 而我觉得斯多格主义使用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可以在一瞬间 就改变你看待事情的态度的 当然这些念习不是说看了一次就算了 而是要持续地把它实践到生活当中 才会带来长久的改变 而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启发 同时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 那在新的一年 我们就少点抱怨 保持健康 多去运动 多陪家人 好好享受可以健康活着的这件事情吧 那最后也想提醒一下 对喜马拉雅有兴趣的朋友 不要忘记去资讯栏点开链接 领取14天的免费试听 通过听书阅读 保持终身学习的好习惯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